欢迎回来Focus全球新闻 我们继续来看美国国防部周三发表年度的中国军力报告 其中对于中国大陆的核武扩张速度表达忧心 根据报告的预测 中方在2030年的核弹头数量可能会超过1000枚 这个增速比去年美方报告的预测高出了一倍 报告并指出中方发展军力的目标是要在6年后 能够在亚太地区跟美军对抗 以便把台湾逼上谈判桌 而除了军事之外 美中之间近期还在气候议题 留学生往来甚至是企业上筹资上隔空交战 你来我往紧张态势威胁全球的和平稳定 中国大陆快速提升的军事力量令外界提升警戒 连美国国防部长都承认中方已成为美国的首要挑战 美国国防部周三发表年度中国军力报告 在这份长达192页的报告中 最关键的部分就是指出中国大陆核武扩张速度远远超出美方预期 报告估计中方目前约有200枚核弹头 并且预测到2030年中方手中所握有的核弹头恐将突破千枚 这个数字比美国国防部去年预估的数量超出一倍以上 尽管中方的核武力量与目前已有有3750枚核弹头的美国相较 仍有较大差距 此外中方的海陆空核子打击能力目前才出成形 与美国俄罗斯间至少有10年的差距 但中方当前正寻求在缅甸新加坡或肯亚等其他国家 新建更多军事设施 美方忧虑中国一旦建成全球军事后勤网路 可能会对美军行动带来干扰 美方报告更直指 北京全力推动军事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就是要在2027年前后 具备在印太地区对抗美军的实力 以便凭借武力威吓把台湾逼上谈判桌 就北京所给的条件展开谈判 然而在此之前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密立 周三出席美国阿斯本安全论坛时 坦言北京两年内不太可能尝试 以军事方式攻占台湾 他还强调美军绝对有能力捍卫台湾 免于受到中方攻击 不仅美国军方对中国大陆的军事发展 与台海企图充满戒备态度 美国总统拜登也借着气候议题 隔空向中方开跑 面对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格拉斯哥举行的气候峰会上缺席 拜登从罗马结束G20峰会 到前进英国 短短三天内反复质疑 而中方也不甘示弱 连续两天透过外交体系重炮反击 周二先是大酸美国自己也做不好 还对别人双重标准 不能一方面要求中方减煤 一方面又制裁中国的光伏企业 周三进一步痛斥美方 擅自退出巴黎协定 对曾经承诺过要提出的气候资金 也从未足额 中方不仅揪住美国的气候议题小辫子不放 更以过去两个多月来 有近30名中方人员在入境美国时遭莫名盘查为由 批评美方对大陆的赴美留学生与学者 动辄无故遣返制造寒蝉效应 美方一些执法部门和人员继续大肆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无理滋扰中国学生学者 试图在中国赴美留学人员当中制造寒蝉效应 美中两国不仅在军事气候与人员交流上刀来渐网针锋相对 就连与和包袭袭相关的企业筹资与上市 双方都渐行渐远 美国财经媒体彭博引述多名知情人士说法指出 多间早前曾向美方递交上市申请的中资或中外合资企业 在大陆当局加强对境外上市的审查下 现在已经计划转往香港上市筹资 相关企业包括杭州和群科技全资拥有的室内设计软体库家乐 日本软银和腾讯共同出资的健身应用app Keep 以及腾讯投资的社交app So 尽管华尔街对于笼罩在中美相征阴影下的美国股市 仍然乐观看待 但美中两国竞争对峙战场持续扩大 对于全球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恐怕都会带来负面影响 TVBS新闻综合报道